您再给看一下一个同修七九年的阳男的 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 这个就是我之前打通电话 他那个就是校主阵打老婆那一位 他现在自己念经念小房子 特别精进也不吃肉了 他现在自己就是说挺精进的 现在念小房子呢 这几年说什么 19年的阳男的 好很多 很精进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他现在修的不错 蛮好的 他现在还行 而且他有菩萨保佑 你说之前你说打老婆 你说之前打仗打得那么厉害 打了八年 现在就是说他 他老婆才念了三个月 四个月的经 修了四个月的心灵法门 就开始 变化特别大 那当然了 开什么玩笑 那是菩萨的法力无边 他这灵性 他灵性 他要当然是张小房子 他这个 灵性啊 灵性也没有多少张 灵性你教他不停的念 七张七张不停的念 好吗 好 教他自己 教他自己多念心经 心经多少遍呢 心经教他每天最好念二十一遍 嗯 可以 好吗 其他的经文呢 大悲咒呢 大悲咒可以 念十一遍 嗯 礼皇念三遍 嗯 好好好 可以 其他的网上就应该都加点吧 网上就随便 随缘吧 网上就可以念到二十七遍 嗯 可以可以 然后他这个 我不忘了 姐姐做 就他念四十九遍 姐姐做 哦 准题是不是念四十九 姐姐做 姐姐做 哦 姐姐做 哦 好好好 嗯 他现在就是说 现在每天就是也挺精精的 然后但是现在还是偶尔会去 会去赌博去 但是很少了 就是在家门口赌博 原来是赌博是成天成天赌博 就是不回家那种 好多天不回家 嗯 现在就是在外面也是赌博 念完小房子 念完功课 那上完香他就还是接着去赌博 嗯 你叫他要努力 你跟他说 嗯 否则他很快会有麻烦 嗯 好吗 哦 好了 行行 嗯 好好好 谢谢师傅 师傅 祝您身体健康 师傅 好 身体 好 再见 师傅 嗯 再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喂 喂